洗剪吹丢人丢到外国去了 看看外国大叔怎么说 洗剪吹的事外国人都觉得赖眼睛不敢相信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外国大叔是怎么说的 我先说一下自己的观点 首先洗剪吹不代表中国的所有男性 连0.1%都不能代表 因为洗剪吹是渣男中的佼佼者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连陈世美在他面前都要汗颜了 看完这个节目 这个片段真是让人啼笑皆非呀 这位外国大叔的夫人是一位年轻的中国女性 所以她会这么快就知道洗剪吹的事 她在结尾说的那段话的意思 就是洗剪吹不代表中国男性 也相信洗剪吹会得到应有的处罚 洗剪吹丢人都丢到外国去了 希望真相早出 下一集再说一下洗剪吹的事情 该不该吵得这么厉害 加关注持续更新